也是为了环保,也是为了节能 现在呢,慈禧的慈善雀目也开始迈入五指化 采用的是电子纸技术的镜丝电子书 不但呢,可以做雀目本,也可以线上阅读 而且可以接收到及时的资讯 五指化的阅读环境当然也让使用者对地球环境可以贡献一己之力 这些都是每个月分送到全台各地的慈禧月刊 但现在这些内容全都放进了这一本电子书 让你随身带着走 电子很方便,第一个就是我不用带那么重的月刊 然后也不用再带很重的书籍出去 因为它全部都包含在这里 九寸大,三百七十公克重的电子书 有近似文化出版品 此集月刊还能线上阅读《大爱新闻》 好,这是今天的新闻 然后我也可以让它念 而这些除了用看的,更可以用听的 近似陈宇,跑起上跟着一天 它对这个试字方面有问题 它比较不认识这些中文词的时候 然后它怎么样去吸收上你的法呢 它可以透过朗读 电子书阅读起来也很轻松 因为它不像电脑要靠背光源才会亮 所以阅读起来就跟传统纸张一样 眼睛不会疲倦 那这跟传统的显示器不一样 传统的显示器是有背光 所以我们在看传统的荧幕的时候 显示器的荧幕 事实上我们直接光就射到我们的眼睛 以往需要纸本记录的功德款 现在只需要在电子书上按下捐款金额 电子书减少了纸张的消耗 在用电上也非常节能 静态的画面的时候是零号电 就跟现在纸张一样 只有你在翻页的时候 它才用一少许的电 比较可惜的是 电子书目前还不能彩色显示和折叠收卷 从黑白进入彩色 走向可弯曲折叠的软性显示器 是电子书要启动的阅读新革命 台湾小学生脊椎侧弯的人数越来越多 书包要减重 电子书包成为未来的时事所趋 大台记者也实地走访 使用电子书包的学校 结果观察到 学生操作软硬体的部分 都已经非常的熟悉 不过电子书所带来的冲击 不只是老师的教学模式要改变 学生也要学习新的阅读习惯 这也是大虎国小 小朋友正在上课 但这一堂课不需要任何的书本和笔 他们是怎么上的 我们一块来看 课本上的游子银变成会动 有声音的影响 老师也不需要黑板抄写整篇文章 只要手指轻轻一点 课文就直接投影在电子白板上了 学生们边听边画重点 但用的是电子笔 不用一直找笔 因为老师每次都很快 然后画完我都赶不上 有电脑的时候就可以 一点它就不见了 然后还要找立可带 如果立可带没有了 还要跟别人写 要画图任何颜色 同样靠这一支电子笔就能搞定 画画不再需要准备一堆的彩色笔 同样上课需要用到的课本 也全都装进了这本电子书包 好让真的背在背上的书包重量减轻了 而这个比书本还小的电子书包 可以达到的范围却是无远福建 透过网路 台湾小朋友正在和北京和香港的小学生 一同讨论全球暖化的原因 他们会讲说 我想要赶快知道这里面的东西 所以有的 像我们现在把一到最后一课 都放进去课本放进去以后 有的学生就会自己去翻 然后开始去看一下一些字 他们自己会去查 因为都可以在网路上查得到 电子书包知识比较多 然后也不用就是去查字典 然后可以直接用电脑比较方便 有趣让学习转为主动 孩子才能够乐在学习 越学越快乐 不会在上面偷玩游戏 不会 电子书包让孩子的学习开始改变 只是拿着纸本书籍翻页的真实经验 毕竟和透过电脑荧幕阅读 是截然不同的体验 未来的一画教室 是为阅读加分 还是取代阅读 就看使用者是如何面对了 其实现在海峡两岸都相当重视的呢 就是怎么样节约能源又怎么样呢 能够透过电子纸来掀起了新的知识和阅读革命 带来大家看看的就是随着电子纸技术的进步 现在呢 不管是日常的生活用品 包括了像是电视啦 手机或者是相机 甚至很多的乐器 包括了鼓啊 或者是大家讲的这个音响当中的喇叭 都可以卷起来随身带着走 当中的关键技术就是电子纸 因为呢 这些的用品 它的厚度都只有一张纸这么薄 声音明明从这传出来的 但却见不着喇叭 因为每片叶子里都藏进了只有0.1公分薄的软性纸喇叭 当你把纸这样动的时候 你没有听到它发出声音啦 那我们纸喇叭的话 就是说我在这样的一个纸的结构 在这样的一个纸的基础上面 我做了一些结构 那这结构是有一个空间的一个成分在上面 然后我们就借由我外部给进来的一个电的一个讯号 然后电我们知道它可以有一个所谓的正乎即性 那我们就把正乎即性跟这个纸上面的一个所谓的柱基体的一个材料 让它产生这样子的一个波动 然后就会把空气挤出声音啦 纸喇叭顾名思义就是可以像纸一样弯曲 但它的音质却一点也不输给传统喇叭 而且还更节能 这样子的一个喇叭它画在一个等面积的一个情况之下 它画出同样的音量它会比传统喇叭小十分之一 也就是说它的效率是很高的 那第二个的话是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喇叭 它所用到的材质器都是所谓的可以recycle在使用的 以纸作为主要材质 生产时就像纸张列印一样 可以把纸喇叭印出来 花博梦想馆就印出了这一张 三米宽九米长的超大纸喇叭 在我旁边这个看起来像是一个大型的荧幕 但事实上它是目前全球最大面积的纸喇叭 我们仔细看 一个个的小圆孔就是它的发声孔 声音就是从这里发出来的 它的制程是连续的一个制程 它就跟你在印报纸一样 你就一直印 这是鼓 但更确切来说它是一张鼓 因为它的厚度只有一张纸这么薄 可以卷起来随身带着走 我们是直接买sensor在鼓上上面 那我们现在有一个好处就是软性的 这边是说像这个东西我们可以 电子鼓可以带着走 可以卷起来带着走 然后到一个地方你可以很轻松把它打开 然后就可以开始敲 这台钟正面看起来没有什么不一样 但侧身一转是可弯可折的软钟 各位印象里面传统的钟应该是硬邦邦的玻璃做的 然后上面有数字 但是在我们艺术家的创造之下灵感之下 我手上拿的这个事实上是一个电子纸的一个钟 是一个柔软的钟 这些都是软性电子的创新应用 也是未来势力庞大的软性绿能源 瓷剑志工人手一本券目本以后这个画面将不再出现 为了减少纸张的使用 瓷剑在环保领域又往前跨进一大步 志工将以电子书取代创目纸本 轻轻一点就能记录爱心 而未来瓷剑新闻或者是瓷剑月刊 都可以借由电子书的方式浏览 今天全台湾的第一堂课就在高雄举行 高龄90岁的长者也把握学习机会 插入委员阵 李确阿嬷开始透过电子书登入瓷剑创目系统 今年她已经90岁了 头发花白戴着重重的老花眼镜 眯着眼睛盯着一幕学电脑 实在很佩服 阿嬷说投入瓷剑就是要学习啊 现在推广电子书券目 她当然也要对到丁 此际的电子书功能多还能上网浏览新闻和月刊 未来券目不用再拿着纸本登记 第一场的电子券目本的推动教学 那我们邀请了51位的高雄区的师姑师博 一起来参与这样子的一个历史性的一课 此际推动电子券目本尽量减少纸张用量 提供更多资讯还能简化许多繁锁的手续 全面朝环保漫进 大爱新闻赵培亭 王昭忠 高雄报道